大家好,我是Data 今集我們來到北角 因為會介紹一間今年才開的潮州餐廳 這間餐廳叫做《最潮潮山地道美食》 我就這樣聽它的名字都知道 它是標榜自己是潮山的地道美食 而且我們在網上見到它的價錢都幾合理 所以今集我們就去試一試它的質素是怎樣 要去《最潮潮》我們是北角站 A1出口出 出來就先轉左手邊 沿著渣華島向前走 見到12路口位我們走去斜對面 之後我們向海皮方向下 去到和府島我們轉左手邊 再向前走就會見到《最潮潮》 因為我想試這間餐廳的午餐 我大概11點半就到達 《最潮》明顯是一間小店 面積真的不大 大約都是十張桌 這間餐廳比較小 其實到中午的時間都幾多人 裝修相當簡單 主要是把潮州美食都黏出來 雖然《最潮》是一間小店 《最潮潮》真的沒有特別 但最特別我覺得它那個筷子筒 它有一句詩很有趣 《糖藥人生如初見》 《一碗湯粉一碗麵》 因為我中文水平不是很好 所以我不是太明白 但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這間餐廳其實有幾多達豪美食 所以它現在介紹一下達豪這個地方 根據餐廳所講 達豪就是酒針古城 是1717年建成的 中國現存最少的古城 我跟老闆談開 這間餐廳是3月8日開的 其實開了大約半年 他們有說已經存到一批熟客 亦都分享有些熟客和他們會訂私房菜 餐廳會普遍安排一些比較高級的食物 例如潮州的凍牌和魚翅 我們進來就見到最潮的價錢 都相當親民一下 特別它早餐不餐 就會比較像一間茶餐廳 現在我們看看餐牌 看看食物價錢 今次其實我主要想試一下 店長推介這張餐牌 見到有十幾樣東西 每一樣都是店長推介 我特別喜歡它每樣價錢 就不算太貴 有幾樣東西就48元 其餘的就60-70元 而且它很多東西都很有潮州的特色 甚至乎有些食物我都很少見 本來我想今次吃晚就叫幾樣東西 不過可惜店長他就說 下午時短其實只有豪仔拿 後來我跟他談 他們再幫我做一個紫菜麥魚酥餅 其他美食今次就叫不到 因為只叫了兩隻東西 所以我就再叫一個河粉 這個河粉都相當有潮傘的特色 我就叫了三樣推介的軟類 因為我三品價錢就43元 它是包括熱飲的 熱飲我就選了熱奶茶 另外大家也可以看看它的早餐和餡茶 其實早餐和餡茶都有些少少潮傘的食物 就是潮傘的腸粉 潮傘的腸粉 其實我以前在深圳和廣州都有試過 甚至乎老闆都說送了一碟給我試一次 因為我怕吃不完 所以就不要了 這杯奶茶的杯子其實略為小一點 奶茶喝起來感覺就好像比較厚一點 加一包糖就夠了 因為它來做餐廳 我的奶茶的質素就是普通通 但其實這杯奶茶喝起來也不錯 不錯 因為我不是很肯定的東西 所以就特地問問問老闆 這些是… 琴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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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紫菜 這個是蔥油 蔥油 用豬油 然後用蔥 然後用三個蔥 然後慢慢推 推成四五粒蔥油 潮式的蔥油 你試一下 很香的 是靈魂來的 是靈魂來的 本來的靈魂來的 是靈魂來的 吃起來就脆脆的 而且很香口 好 現在先攪一攪 果粉質素我覺得都不錯 它又會幼身一點 但始終好像老闆那樣說 加了配料之後 整碗味道好很多 湯也很夠味 特別是胡椒味都幾重 正如老闆那樣說 如果沒有加過配料的話 其實這碗河粉會比較普通 但加了之後 味道會特別很多 今次我就叫三個丸 三個丸都是有個讚的 這個就是潮鎮牛筋丸 牛筋丸就真的相當有水準 因為牛筋丸咬下去的時候 彈性都幾大 好 另外最重要就是 它裡面肉汁很豐富 還有這個牛筋丸 吃起來幾有牛味 質素很不錯 達蠔魚丸 剛才我已經介紹了達蠔 現在就試一下它的魚丸的質素 這個魚丸我覺得它的質地偏遠一點 如果你不跟我說它是達蠔魚丸 其實我就不是說很分得到 我覺得跟好魚蛋就差不多 好 第三個丸就是達蠔胡椒豬土丸 就這樣看就好像看見到 有一點點胡椒粉 這個胡椒豬土丸的確不錯 這個胡椒味開頭就不算很重 但越吃越重 吃起來我覺得它的味道有點像竹腸 但這個丸的質地其實很多 加上它有個很明軟的胡椒味 我覺得這個丸幾有特色 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碗潮州河粉 真的相當有自己的特色 跟著我們看點 一碗紫菜麥魚酥餅 62元有8件 麥魚餅真的很香 外面會炸得很脆 另外皮會比較厚一點 裡面的肉質會比較實 整個餅都會比較實 葉醬汁會比較酸 因為本身的醬味道也不錯 可能麥魚餅點了之後會更好吃 但當我點一點感覺上分別不是很大 之後我把紫菜麥魚餅浸到醬裡 那醬味道就明顯一點 但不知為何在我感覺上 這兩個東西不是太多配合 其實我覺得五點醬味道已經可以 如果大家喜歡吃些香口的東西 一碟一碟是不錯的 香煎蠔製樂68元 剛好一碟 不過這個芋樂不算很厚 一層而已 其實蠔製樂一上桌的時候 已經聞到蠔的香味 見到蠔仔好像份量都幾多 煲得相當滿 裡面有很多蠔仔 而蠔餅用的蠔仔比較細小一點 不知是不是珍珠蠔 吃到蠔肉都幾好 三樣潮州食物我們都試過 它三樣食品我覺得都幾有特色的 起碼味道在其他店裡 就不是那麼容易吃得回 我們現在看了一張單 那張單是首寫的 今餐我們就吃了一個河粉餐 再加了兩個潮山美食 總數173元 今次我們下來暫時做總結 就不是因為餐廳的食物質素不行 而是因為我們剛才坐了比較久的時間 而客人都有不少 所以就不要妨礙人來做生意 我們就吃了一百七十幾元 其實這個價錢我覺得不算貴 食物質素我覺得都幾不錯 而且我喜歡它有它自己的特色味道 地點都幾方便 由地點站過去五分鐘左右就搞定了 環境就真的比較細些 所以如果人多的時候就很容易就沒有位置 如果大家喜歡食潮州夜 這間餐廳真的幾不錯 價錢不貴而且很有自己的特色 今集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下集我們會再介紹其他地方 多謝大家支持 下集見 拜拜